選手們陸續穿過劍門來到總統府 2024巴黎帕玉落幕 本屆我國拿下三贏二童好成績 也創下16年來最佳記錄 11號總統府也舉辦 台灣英雄榮耀同行派對 要感謝選手付出 就是因為有各位的後勤支援 以及平常的協助和支持 讓我們每一位英雄都有肩膀可以靠 有肩膀可以靠 家人也是背後穩定力量 許多選手就帶著自己的家人一起參加 而現場除了有台灣水果 結合法式點心 還有可以讓選手們DIY專屬帆布袋 讓選手們有個開心的派對 也首度啟動後勤支援服務 包括膳食公寓 運動中心 以及村外的物理治療等等 希望提供選手和教練最完善的支持 後援重要 而選手們場上的表現 更讓人印象深刻 像是拿下本屆代表團 手面獎牌的跆拳道蕭翔文 比賽過程因為對手手部不方便 還幫忙帶上護持的暖心舉動 也在在顯示怕運精神 而來到總統府拿下本屆桌球項目一贏一同的田曉雯也代表選手致辭 其實站在這樣的場合我有點緊張 因為這對我來說是一個全新的體驗 台灣英雄榮耀同行 202480帕運我國代表團創下家機 選手再接再厲四年後洛杉磯相見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